拇指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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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拇指姑娘这个拇指谁起什么 最早的时候就是大家乐队在一起排练的时候 就是想那个 起一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一块起 三个九十四月二十二的话 应该是第一次合约的演出 感觉怎么样 紧张 挺紧张 虽然下面 咱们说呢 都是朋友 大部分都是朋友 但是还是挺紧张的 第一次 第一次合约队 合作呢 准备 以前是玩 玩重点 重点 重点 那你说怎么被似乎说服了 这个跟本身年龄也有关系 第二个关键 本身玩重的那会儿也是一个情绪 似乎这个东西主要还是音乐吸引的 比如说他想包括他做人的这个感觉 和做音乐的这种态度 所以就是慢慢合作吧 对 其实心里有一种情境 其实大家就在等着调整 你这种声音 还唱出你的作品 有很多朋友都说我的嗓子有点像那四味的那个主唱 都是比较尖 是属于那种嗓音 而我不是刻意地在去模仿同声 我也模仿不出来 因为年龄和嗓音条件不可能允许 这就是我本身的嗓子 只不过就是 只不过从演唱上 稍微的有一种变化而已 只是这样 我也接触过很多朋友 对我也提出一些坚持人的意见 比如说他们对这个有持正反两个态度 这是很必然的事情 当然我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就是 也都在摸索 很多人都在进步 希望自己进步 很多人都在摸索这种事情 就是这什么东西究竟是适合自己的 什么东西才能够更容易抓住别人 或者来纪念 或者来温暖 或者来就是用很多词语来描绘这个音乐 给人带来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我 我的嗓音条件就是这样 我低不下来 你要让我唱 什么 我也唱不了 是吧 我必须在这里提一下就是 母主姑娘第一张小唱片 作为另类儿童病遥这种风格来出现 它只是我们录音计划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母主姑娘的全部 等第二张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是另外一种概念 而不是第一种概念 第一张和第二张第三张一直以后 我们都会做尝试不同的风格 甚至包括电子的后摇 我觉得都是其中的 这是一个儿童歌 第二张我们可能要做低要明映 或者第三张我们要做电子 复古小流行 都可能 我希望每一张都不一样 这才是最精彩 你这首歌 这张等于算是个一体的 短唱片我们六首歌也不 基本所有的风格 基本都是正在这种童谣 加上一个音笔 如果你想非要把它圈到哪里 它就是音笔泡 一个东西 对 同样这种东西 还是能从某些形式上也好 还是内容上也好 来感动一些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找回来了 而且加上一些对旋律的修饰 加上一些歌词 一些修饰 我觉得这种东西 如果你听得次数多了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能够给人带一些感情 我好觉得 我个人是这么想的 而且做六首歌 我也有自己一个小目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没有必要像一个全场十首歌 很多歌都已经变成鸡肋了 很多歌都没人听了 我们就是想把这些歌人人间做好 实际上话说 对比喜欢的很厉害 可是现在乐队这个状态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事 但是我还是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因为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如果没有物质来源的话 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累 如果要有一个好的生活状态的话 会做什么事情也会很开心 虽然我们做音乐 也没有什么目的 也不希望能从音乐身上得到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一好的状态 肯定会 我觉得能做出更好的东西 是的 我们就是喜欢尝试 这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不能代表什么 它不能给我们带来或者物质生活的什么保障 或者什么 我觉得我很愉快 我为我自己的一生留下了很多东西 真是这样 很多人都很累了 他们都想挣钱过日子 生孩子去老婆 赶紧把这一辈子泡我完了就完了 但是有很多人如果 还是他要真是在认真听你的音乐的话 你得好好做 能觉得对他们 对自己都有一个 付一下 付点小德人 找的 你不就这样吗 可以了吧 留个脸 是的 好的 举起双手 拍一颗环块的节奏 身体扭一扭 用手扣出一颗鼻涕扭 呼吸 用力 才发觉空气是天地 我和你在一起 世界变得越来越美丽 我要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白天送你太阳 夜晚送你月亮 只要你愿意从此以后可以找我 我们在一起吃香草和辣豆 举起双手 拍一颗环块的节奏 身体扭一扭 用手扣出一个鼻涕扭 呼吸 用力 才发觉空气是天地 我和你 我和你在一起 世界变得越来越美丽 我要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白天送你太阳 夜晚送你月亮 只要你愿意从此以后陪着我 我们在一起吃香草和辣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